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您收听刘育宾时间的节目 大家好 我想现在的人大概没有 大概所有的人吧 永远都好像是至少要非常的注意饮食 那在新年新计划里面 节食瘦身也都是最热门的一个项目之一 那这个怎么节食呢 好像永远很难并且 其实是真的是很不让人愉快的一件事情 美食当前或者人生的享受 不过就是去吃点好多吃的东西 可是永远都是要怕胖 就要节食就不能吃 只在觉得减少了很多很多的乐趣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本书 根据一本书是17天瘦一圈 它是家庭医生所写的这个节食的方法 那节食的方法 这有点像流行风潮一下 一下是说都不能吃米饭 只能吃蛋白质 什么都其他都不能吃 这个一阵子也风险了一阵子 什么South Beach Diet也风险了一阵子 Atkins Diet也风险了一阵子 不过这个是七天瘦一圈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真的是有用是因为我自己尝试过 那采风舒坊的工作同仁呢 我们有几个人呢都一起尝试过 并且还拍了一张美美的照片 这个是before and after 真的是非常有效 然后这个最开始我做的时候是在两年前 并且做完以后真的有两年的时间都不再会腹胖 就是不会再胖回来 并且相当可以真的是叫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样是不辛苦的一个结识 可是这十七天呢是怎么做的呢 我现在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这个呢其实是大量的吃蛋白质 可是不是故意的 如果拿这个前面 为什么要十七天呢 因为这十七天以后 就是两个半礼拜以后 它就会身体形成一个真正的自然的机制 然后真正会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像我现在吃东西就会比以前慢了很多 好这个他早上吃什么呢 他其实这个饮食呢 非常的有规律 他早上吃的呢 比如说是一个yogurt 是无糖的 就是那种greek yogurt 也没有糖也没有fat yogurt 然后呢再配上半个葡萄柚 那这个吃水果呢 他这个十七天的运气里面有诀窍 就是不吃那些糖分很多的水果 比如香蕉啦 凤梨啦 西瓜啦 这些水果是不吃的 在这十七天里面吃的水果是像 就糖分比较少的 有苹果 莓果就是各样的莓 桃梅蓝莓等等 黑莓 或者是葡萄柚 橘子 这样子的水果 早上吃这样子 然后他每一餐呢 都配上一杯绿茶 那对这个对中国人来讲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喝茶的习惯 这个是喝一个鱼茶 然后中午吃的呢 是像他可以说可以吃大量的烤鸡啦 烤鱼啦 或者是还有大量的蔬菜 那晚上呢 吃的也是大概是类似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很可以变化变化的 对我们的饮食来讲呢 其实因为美国人是吃烤鸡烤鱼 可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常常吃像白斩鸡呀 或者是我们自己可以蒸块鱼啊 所以其实是蛮简单的 然后他要喝八杯的水 早上一起来就喝一杯加了柠檬的水 然后一天再喝上七杯 然后他在里面会解释的很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子有什么样的好处 蛋白质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它不只是可以提供我们这个脑方面的能量 还有呢 而消耗蛋白质所需要花的这个能量比较大 变得这个蛋白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份 为什么这个17天可以做得到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它并没有限制你说要怎么样限量 因为我们看过有些那个饮食节食的话 它是真的有人非常严格还拿个小的秤棒来秤秤秤说这个 这个筷子筷肉有多大了什么 这样 可是这个17天呢 是这样子执行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或者有效的是 因为你真的很快就会看到成效 它不是说这样拖个两个月 慢慢才减个两磅啊三磅 它是真的在几天呢 你就会看它 磅秤就这样 蹦蹦蹦的往下掉 棒树往下掉 你会觉得啊 真的是太太太棒了 太神奇了 所以呢 你第二天就有这个诱因 会持续下去说 不会就舍不得 你就不会舍不得 把一块饼干啊 把一个donut 把一块肥肉啊 放进嘴巴里面吃了 这个17天坚持以后呢 你会觉得真的是焕然于心 你会达到你要的体重 如果你没有达到你要的体重呢 它也是说17天就可以停了 然后再继续 第二个周期 第二个周期就有单数跟周数 那就是第一天吃的还是继续这种 17天的diet 可是第二天就稍微放宽一下 然后再来第二个17天周期 慢慢这个经过这个第二个周期 再减到你要的这个棒数 这个17天肉一圈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想很想 很快的把这个棒树剪下来呢 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我想我会在这个刘玉玲时间的 那个脸书上面呢 我会把每一天的这个 这个开始 应该吃什么的 它这个菜单 我会po在上面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 可以上刘玉玲的脸书去看 那我应该从下礼拜一开始 我就会把每天的菜单 一天一天的po上去 那请你记下说 假如你真的想要这个瘦身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自己做过的 非常有效的办法 偏偏以后也不用 这个瘦了以后呢 在就是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四 礼拜五都可以这样吃 周末还是跟家人朋友 好好地到那里餐馆去享受美食 可是真的 这个是七天做完以后 会改变的饮食习惯 你就不用永远永远地在那里解释了 今天的乐视节目就这里 我们几次再会 感谢观看